第五集 你年纪轻轻的 还没有嫁人 老天医 怎么忍心让你受这种苦啊 听了母亲的话 崔英英的心里反而一定 娘亲 你别难过了 当心伤了身子 女儿有一个办法可以退贼兵 或许可以保全一家人的性命 女儿 你真的有办法了 快把你的办法说出来 崔英英离开椅子 走到崔老夫人的面前 双膝跪了下来 娘亲 请让女儿死了吧 抢到要抢的是女儿的活人 死人是不会要的 等女儿死后 只要把女儿的尸体交给强盗 他们就一定会退兵的 什么 你就这主意 众人一听 也都跟着泄了气 一时间 谁也不出声了 女儿啊 你说的什么傻话呀 为娘的 怎么可能舍得你去死呀 娘 死了女儿一个人 便可以保全一家 保全寺庙 这是万全之策呀 娘 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 您的养育之恩 女儿只有来生才报答了 崔莹莹莹说完 眼泪又流了下来 几乎是气不成声 女儿 这办法万万不可 你如果执意这样做 那还不如为娘的 和你一起死呢 娘 女儿还有一个办法 或许可以退贼兵 什么办法 你把女儿献给那贼手 她只要达到了目的 就不会再为难无辜的人了 什么 将小姐献给贼手 使不得呀 阿弥陀佛 此计万万不可呀 崔朗夫人听了 慢慢地站起身来 女儿 你不要再说了 要我把你送给强盗 绝对不可能 你死了这条心吧 母亲 你这也舍不得 那也不愿意 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你让女儿和大家都怎么办呢 老夫人正在为难 就见法从小和尚 上气不接下气地 奔进门来 禀报师父 不好了 强盗说了 再不把小姐交出去 马上要放火烧寺院了 师父 快想想办法吧 长老夫人 快想办法救救死员吧 长老 我不过是个女流之辈 我现在哪里还有什么主意呀 老夫人 那 那我们一起去大雄宝殿 把所有的僧人和逃难的百姓聚集起来 说不定会有人想出办法来 更何况长言说得好啊 中赏之下必有永夫 老夫人可以立下中赏 说不定会有人出来退贼解围 老夫人 你看这样做 怎么样啊 长老言之有理 我们还是一起到外面去商量商量吧 好 崔老夫人 崔老夫人回头 看向崔英英 女儿 你先回去等消息 一切由我给你做主 红娘 好好看着小姐 千万不要做出傻事 我和长老这就去看一看 崔老夫人说完 便跟着长老向寺院赶去 崔老夫人带着丫鬟扑腹 跟着法本长老来到了大雄宝殿 宝殿两边的房廊下 此时已经挤满了人 寺院外面 不时传来强盗们的喊沙声 长老 麻烦你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有人能够退贼解围 我们崔家在事后 一定会重重答谢 好 可这 如何重重答谢 还请老夫人明示 我愿意拿出崔家一半的财产 来做酬戏 只要强盗真的退了 我一定兑现 绝不反悔 得到崔老夫人的许诺后 法本长老立刻走到外面 传达了崔老夫人的意思 可惜 他接连说了三遍 还是不见有人回答 就在这时 又有一个小和尚 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禀报师父 那强盗说了 如果我们再不把崔小姐交出去 就要攻破山门 杀进来了 法本长老听了 赶紧反身进了大殿 长老 还是没有人站出来 陷阱退贼 法本长老重重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 红娘刚好到大雄宝殿来探听消息 看到如今的局面 不免十分的焦急 她在人群中 找了一圈 也没看见张生的影子 心里边 不由得游击生恨 亏你张生平时对我家小姐表现得有情有义 现在到了紧要关头 竟然连个人影都不见了 算了什么东西 亏得我家小姐现在没有嫁给你 那么张生到底在哪呢 原来 在书房里看书的张生 此时也得到了寺院被围的消息 他正要奔出门去和大家一起想办法 就看见法聪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 阿弥陀佛 张公子 你赶快帮着拿个主意吧 刚才崔老夫人说了 如果有哪位英雄 不管是出家人 还是平民百姓 只要能退墙道 他愿意将女儿英英取配给他 还有一大笔嫁妆银子 等到太平无事立即完婚 张公子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千万不能放过了 一解了围 你和小姐就是有情人 忠诚眷属了 张生一听 不禁大喜 这是真的假的 哎呀张公子 出家人不打狂语 再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大抵当前 张公子赶快帮忙想个退贼的办法吧 张生听了 什么有了 这事可开不得玩笑 这叫做集中生计 秦童 准备笔墨 张公子啊 火烧眉毛了 你还有心情写字啊 快点跟我去见老夫人吧 哎 不写信怎么能够退贼呢 秦童 快点去 拿笔墨来 原来 张生的结拜兄弟 杜鹊 是征锡大元帅 通领着十万兵马 目前正好镇守在蒲关 而且地理位置上 正好距离普救司不远 杜鹊 一旦得到了张生的消息 肯定会发兵 捡来救援的 张生写好信之后 从头到尾的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插错之后 便放进信封里 待在身边 法聪师傅 请吧 两人随即 来到了大雄宝殿 诸位 请让一让 请让一让 我们退贼的英雄来了 众人一听 赶紧闪出了一条道来 张生快步地走到了 法本长老的面前 晚生见过长老 长老 方才晚辈听说 如果有人能够退去贼寇 崔家老夫人 愿意将崔莹莹小姐 许配给那人 此话不知是真是假 说话能否算数 张生啊 那是老夫人当着老僧的 面许一下的承诺 当然是真的 可是 据我所知 崔莹莹小姐 早已经和她的表哥 有了婚约 怎么现在 又要佛殿许婚了呢 这 这个嘛 也许 大概 哎呀 可能是救命要紧 崔老夫人便顾不得 崔小姐和表哥的婚姻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既然如此 那就烦请长老通报崔老夫人 说张拱求见 张公子啊 你真的有办法能退强道 哎呀 这可是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啊 长老放心 我保证不会让寺院里面 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丧命 事不宜迟 长老还是快点进去通报吧 好好好 你稍等啊 我马上进去通报崔老夫人 把本长老走进大殿后 告诉了崔老夫人这一消息 崔老夫人顿时是喜出望外 长老 你说的可是真的 你的远方侄儿 真的有退贼之法 佛祖保佑 真是太好了 长老 快快有请 快快有请 张生在大殿门口 整理了一下衣服 最后 潇洒自如地走进了大殿 老夫人在上 晚生有礼了 崔老夫人 此时早已经站起来迎接 见张生向自己行礼 连忙用手 须服了服 不敢不敢 老生还礼了 张公子请坐 请老夫人先坐 崔老夫人坐下之后 张生像没事人一般 坐在那里并不说话 老夫人的心里 不免心生疑惑 张公子 家门不幸 祸从天降 孙贼飞虎 带兵包围寺院 邀请小女婴婴 可怜我们孤儿寡母 无依无靠 古人云 侧隐之心 人皆有之 万万张公子 伸手救援 老身一家 感恩戴德 莫尺不忘 听崔老夫人说完 张生还是不打话 她这些话 全是客道话 怎么偏偏不说 许婚的事呢 从古以来 婚姻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法本长老的传话 终究是靠不住的 必须由老夫人 亲口说出来才妥当 崔老夫人 见张生并不搭枪 明白是张生 没有亲耳听到 自己陨落的原因 于是赶紧说道 张公子是否听到过 老身刚才 拜托长老的传话 老夫人 老夫人 说的是什么 内容的传话 老身刚才说 只要有人 能够退去贼兵 为了报恩 我愿意将 我的女儿 莺莺许配给她 并且还要加上 一大笔 嫁妆银子 老夫人果然 是这样传话的吗 这是老身 亲口许下的 张公子 如果能够退贼 老身绝对 不会食言 等到大家都安全了 你们就马上结婚 而且有法本长老 见证作美 长老在一旁听了 连连摆手 老夫人 老纳是出家人 作美恐怕不合适吧 长老此言诧异 老身在佛殿许婚 长老作为寺院的方丈 当小女的媒人 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长老就不要推辞了 这样说的话 老纳遵命就是 崔老夫人又转头 看向张生 张公子 今天事发突然 危在旦夕 所以老身我 佛殿许婚 张公子 如果真的能够退却强盗 老身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张生听了 心中大喜 当即起身 抢上一步 弯腰便拜 承蒙老夫人谈案 晚生张公 自然是听从老夫人的安排 请老夫人 受晚生一拜 张公子请起 请起 在张生和崔老夫人 谈话的时候 红娘一直站在一旁 向一切场面 看得一清二楚 心里头 为自己的小姐 有说不出的高兴 难得这傻秀才 有一片好心 如果真能说到做到 让那些强盗退了 小姐就真是嫁给她 也算不亏了 刚才我还有点错怪她 我现在就向小姐报信去 红娘想到这儿 挤走了几步 忽然又停下来 不行 我还得再等等看 万一这书呆子 没有退贼的本领 我跟小姐报了信 那不是空欢喜一场吗 不行不行 我得再等等看 红娘想了想 又返回原地 悄不作声地 在一旁站着 崔老夫人此时 受了张生一拜 便请张生坐下 而后问道 张公子 可想出退敌之法了 老夫人请放心 我有一个结拜兄弟 姓杜明确 自军时 是太宗皇帝的宰相 杜如慧的重孙子 我那个兄弟 从小喜欢学武 是当今的武状人 因为他喜欢 骑一匹雪白的龙居宝马 人称白马将军 目前 杜将军正在蒲关镇守 我已经写好一封书信 只要送到蒲关 我大哥 见到我的书信 一定会前来相救的 崔老夫人一听 立刻洗上煤烧 多谢张公子 仗义相助 杜将军的确 是当世名将 令人敬佩 有他处兵 那些可恶的贼人 肯定会被全灭 只是现在贼人 逼得太紧 蒲关 就要用得着 长老了 张生说着 向法本长老 攻攻守 法本长老一见 赶紧 何时顶礼 阿弥陀佛 普九寺 遭此劫难 幸好有张公子 你出谋划策 只是老那年事已高 手无腹肌之力 不知 能帮到公子 什么忙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 小说剧 《西香记》 演播人员 张月 从威 夏依红 郝为 小九等 由3w.k听.cn 酷听网 北京东方视角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录制